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先后服务于多家国际知名电信设备服务提供商 两次使企业成功上市 数度创业之后还是选择再占互联网 坦率地说如果说你不喜欢最新鲜的东西 你不喜欢折腾 不要创业 面对无线互联网领域即将出现的拐点 他提出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 他就是大头无线董事长兼CEO王秦代 本期节目王秦代与您一同分享移动互联网产品如何才能赢得用户 手机大头这个软件它是商手机的应用吗 我今天认为它不够 因为手机大头呢已经在移动互联网里呢算是第一批进入的先行者 我们最早在做的时候呢是华友试迹 华友试迹呢当时呢我们是分两块业务 一块呢是软件平台业务 另外一块呢内容服务业务 软件平台这个业务呢我们曾经做过运营商的整个用户的大平台型的软件开发 那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呢在华友试迹上市之前就不得不剥离出去了 剥离出去以后呢它的最主要的人才和骨干 当时呢就形成了那个时候是05年底06年还蛮早的 就做了今天的这个手机大头 当时呢是想呢第一代移动上的内容服务提供的人叫SP 那我们非常直面的哈 就是SP是没有核心价值的 我觉得在04年的时候呢好多DP就是探索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核心竞争力呢是因为他提供的这种服务属于冲动型的消费 原来在手机上你看不到一个图片不能任意下载一张图片 一张图片收一块钱 那你下一个铃声下一首歌一块五 那这些东西在互联网上遍地都是 而且他们都是免费的 你之所以能够在手机上就能收一块钱两块钱 更多是因为别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 所以呢刚开始有足够的刺激和新鲜感 所以我们现在来反省它呢 它完全是一种冲动性的消费 这样的服务呢它不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呢就是这些东西呢我在互联网上呢都比你看得还好 然后还是免费的 但是刚开始我知道手机上不行 那手机是个封闭系统 那我要用那我就收这个钱 将来呢这东西简单呢 这东西没那么复杂 所以你知道最多的时候有六七万家SP 大的可能像我们七八百人 像汤姆上千人 小的三五个人 七八个人 十来条枪 就是大家就可以做 当然他做的不正规 甚至越做越不正规 越做越走向一个反向的这个极端 就是更不在乎用户价值 更不在乎用户体验 只在乎就是我能不能收到钱 后来的反思是 从他第一天就注定了他是一个长不大的行业 和长不大的业务 另外一个事 创业既和每一个创业者的性格有关 也分幸运和不幸运 马化腾之所以做即时通讯 在十二年前 能不能想到即时通讯 今天是这么大的年性 几乎是真正中国的社交网络的 就是年性 是不是十二年前 就一定想到这个了 连宏十年前做搜索 是因为我在北大图书馆系 就是学检索的 然后我去美国又沿着这个方向走了 那么网络搜索又成为了第二代最强憨的网络上的工具 很多东西是说你做的第一天就决定了它 最后到底能长多大 华友世纪呢 作为第一代的和TAM也好 和空中也好 和灵通也好 第一代SP 那么它注定如果SP业务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那如果我们再做一个东西 在无线互联网里的第二代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 真正的有用户价值的东西 所以手机大头先做的是 在手机上提供免费的互联网上各种资讯的获取和聚合 比方说在手机上有的时候 你也想看看新浪新闻 你想看看搜狐新闻 也想看看各种各样的新闻 能不能在手机上很方便地做 所以手机大头在06年第一个在行业中 在smartphone智能手机上 推出这种聚合的新闻频道 当时大家是觉得眼前一亮 原来在手机上可以这样看新闻 这么方便 而且想看哪家的新闻 就看哪家的新闻 非常方便的检索 和非常方便的导航到你想看的网站和内容 接下来又做了手机音乐 可以说是行业中第一个推出 并且是最好的 这个手机音乐 当时如果能够在线下载 边听边下载等等 所有这些功能都同时做到 这也是手机大头最早做的 然后手机大头最早之一 做了手机视频 做了手机读书 可以说手机大头原来积累的功能 是在无线互联网的网络里 怎么样的获取和聚合互联网里 最海量的最丰富的多媒体信息 文字图片音乐视频 手机大头原来的产品 或者现在大家看到的产品 我们当时想的在无线互联网上 真正提供价值 我们是免费的 原来是说你下个图片就要收钱 你下个音乐就要收钱 你干什么就要收钱 现在是说所有的海量的内容 我们不收钱 我聚合得很好 第二呢 我提供你的在手机上的试听看体验最佳 我给你聚合了最多的互联网多媒体内容 我给你提供手机上最好的试听看体验 我们原来的这几年在做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把产品真正能够搜载 手机大头呢 也走过很多探索的经验教训之路 手机大头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说 它的产品研发相当的强 就是在行业中 因为从最早的亚信到华友 都是有相当强的这个产品和软件研发能力 在这个行业中可能算是比较强憨的一群人 对 所以刚开始呢 就是无线互联网上出一个什么东西 就做一个 有手机新闻 我们就做手机新闻 有视频做视频 有email做email 有生活圈做生活圈 有社交做社交 还有好多我没跟你说 其实曾经做过很多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作为一种尝试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现在跟大家一起商量和反省呢 一定程度上呢 是说你不可以做的太多 你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呢 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强的资源 和综合管理能力来支持你 什么都是 那最后呢 我们把它回到说手机多媒体内容服务 这角度 花了多长时间找到这样一个战略的呢 我是09年3月来手机大头 干脆就和大家一起来做 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5月份就确定 第一步把它收回来 基于我们的核心是说 互联网上不管有多丰富的内容 我们都可以实时地获取 并且最有效地聚合 第二呢 在手机上呢 大家的展现能力和表现能力 不如我们 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在2.5G的情况下 视频播放呢 我们可以做到15帧的连贯 而所有市场上的 现在的同类产品 只能做到8帧以下 同样的速率 我们可以比它连贯和清晰一倍以上 你把原有的互联网的内容 到了手机上之后 其实跟人家做了技术的再处理 是的 让人家服务更舒服了 对 就是说这个在手机上更舒服了 所以呢 我就说呢 这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走到这里 然后我们集中到这儿 我们也有上亿的用户下载 也有千万的用户活跃 但为什么我说 这个还不是Keller 人的走呢 总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的走的 我们走呢 总是说在反省过去 和反思过去 以及在自己的经验教训积累上走的 当时就是想呢 我们必须做出一个 有用户价值的东西 这个用户价值的东西呢 是说 你不仅在电脑上要看 所有的这些丰富的 多媒体内容 你在手机上也想看 那谁来帮你解决呢 如果我们能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有用户价值的东西 关键是变化很快啊 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呢 叫与时俱进 在互联网这个行业 与时俱进 真的是一种态度 一种精神 如果能够做到 才有机会 因为它就是不停地变化的 现在又给我们提供了 这样一个机会 原来是说 互联网上的最好的东西 我把它让手机上 你可以最好的享受 这是价值 我们原来聚合的东西呢 是1.0的东西 是网站的东西 那现在大家 已经进入到2.0时代了 根本就不需要聚合 我直接搜索 直接百度 甚至我知道某个网站 打3W一样从手机 也能进去 对 你就搜索就行了 第一层我认为 互联网第一代 SP缺乏核心价值 那么第二代 大家都在找核心价值 说我这个东西 必须是用户有核心价值 那我相信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 有上千万的活跃用户 它是有价值的 但是呢 这个价值呢 还不够 我们还要往前进 第三代是我刚才说的 KillerUp 移动互联网 KillerUp 我们的美好设想 是说 只有用手机 才能最好的 完整地展现这种应用 手机为主 电脑只能作为辅助 这个叫做无线互联网上的 KillerUp 那这个是更让人兴奋和激动的 基础设施也好 生态链也好 没有完善的情况下 KillerUp出不来 KillerUp出不来呢 就是商业模式就出不来 任何互联网的产品呢 我们就叫迭代式开发 长期运营 你要有能力 有耐心 不断地把它越做越好 我们叫做螺旋上升 王总 手机大头 自五年来 一点都不盈利吗 不盈利 一点都不盈利 全靠投资人的钱 它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 我们尝试过广告 最后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时间还没有完全到 就是我们的广告呢 比如说一个月 可以做到几十万的收入 这个呢 是在一年多前 后来呢 就把它停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停呢 因为我希望呢 就是大家把 就是说所有的经历 用户量做大 对 你说的非常对 您的公司从06年到13年 那已经7年 人家投资进来的 那个基金最高的那个时间 也就是7年 他要退出了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对 这是个技术问题 我非常感谢 投资人呢 他们的耐心和这个信任 也许因为原来 有比较长的交往 他们第一呢 没有提 我现在 或者是未来一两年 就是想退出 因为我觉得呢 很多人 坦率地说 他们真的是 先驱者 在四五年 或者五六年前 投移动互联网 因为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 可能一通互联网 很快就会热起来 但实际上 是在过去的三四年 是我说的 基础设施也好 生态链也好 等等 没有完善的情况下 Killip出不来 Killip出不来呢 就是商业模式就出不来 这个过程中呢 走过来呢 我觉得呢 第一 很多人愿意坚持 第二呢 如果现在的拐点开始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从今年来 隐隐地老有一种 第一脚兴奋 因为创业的时候 我们老说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踏踏实实地 做好你要做的事 隐隐地有一点 兴奋的感觉呢 感觉这个拐点 确实离我们很近了 一定程度上呢 如果你真正找到 你的Killip 真正能够 有足够的用户价值 那么今天的资本市场 确实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和你一起把这个东西 越做越大 直到你找出 它的商业模型和价值 刚开始我们说呢 商业模型不是想出来的 是探索出来的 对 是探索出来的 后来我们开玩笑说呢 商业模型呢 不是探索出来的 商业模型呢 是等出来的 实际 对 第一呢 就是说 你可以想很多 但最后往往出来的 跟你不一样 是说你都去试 第二个呢 是说时间 如果这个东西呢 你提前很多去试 你也不见得出现了 而是说呢 它到那个时间点 然后呢 你去试 它就会出现了 对 在这个过程中呢 唯一最重要的 就是挺住 现在呢 我倒觉得呢 无线互联网 我们不能说 它已经遍地开花 完全是春天了 但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时刻 开始加速 并且向 所谓拐点是说 到这个点 这样成长 才叫拐点 对 开始 向这个方向 走了 那回过头来 你真正的 Killer App出来了 Killer App 有这么多的用户需求 自然就会有第三方的 就是说 以支付为主体的公司 出现 因为为什么 它前面不出现呢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用服务 没有那么多人要交钱 这样的公司一出现 很快就会死 因为 好 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出现了 然后拐点也出现了 对 都健全了 为什么说 这个大饼 会落到手机大头身上呢 在移动互联网 这些公司里 我个人觉得呢 大家的机会 比较均等 真正移动互联网 如果价值链铺好了 如果生态链开始形成 其实在里头 可形成的 我们刚才说的 SOMO LOCAL级别的 真正的杀手机应用 我认为 出几十个 几百个 这是很正常的 就像在互联网上 一样东西 大到一定程度 它可以随直化划分 它可以区域化划分 就是出几十个 几百个 这个非常正常 但是呢 出几十个 几百个 第一 你有没有 与时俱进的创意 能够抓住一个点 先突破 这个呢 你要跟着互联网来 你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看 一直在想 然后到时候 你有这个创意 第二个 中小公司的最大特点 是什么呢 出了一个东西 很好 但是马上就淹没在 汪牙大海里了 因为呢 自己综合的能力 不够 这个综合的能力 是什么呢 你出了一个东西好 首先 产品创意好 研发 有能力 快速把它 做出来 可能行销不好 你说的很对 就是说 那我没有渠道能力 我没有销售能力 然后我也不知道 市场应该怎么做 那有可能 挺好的一个东西 被淹没了 也可能呢 说我还知道一点渠道 就是我把它就开了 然后我又不懂运营 这是一个长期运营的 任何互联网的产品呢 我们都叫迭代式开发 长期运营 你要有能力 有耐心 不断地把它越做越好 我们叫做螺旋上升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在这里头呢 设计 开发 推广 运营 融资 再设计 再开发 再运营 或者叫深度运营 然后呢 再推广 然后品牌建设 然后这里头 还有融资 所以我觉得呢 它确实呢 是一个 通产品 然后就考到了 中和的管理能力 这里头呢 可能呢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 我们还觉得 在行业中 比较有特色的团队 这个团队呢 我们原来强调了 它的产品研发能力不错 它的整体的 综合的能力 产 盐 推广 和运营的能力 包括融资的能力 更加综合 如果说找对了产品 抓到机会 我们有机会 进行快速迭代 螺旋上升 然后最终呢 形成客户群 形成品牌 这是我们的希望 这方面呢 可能我们还有些特点